今天我們來到了嘉義梅三鄉 要來採訪蘇大哥的愛語舞員 阿大哥,我們的愛玉跟別人有哪裡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愛玉是紅酒 它的果膠會比較比一般人的愛玉還多 紅酒是一個品種? 對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品種是市面上最好的 所以說它膠質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假設好了,假設我們愛玉質跟水的話 我們是可以依比多少?我們的 我們的就是一比九十 一比九十,市面上的呢? 市面上它差不多一比六十左右 一比六十喔 所以我們比市面上足足的多出 又多出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哇,好可愛 對 那個老闆,愛玉是高經濟作物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多少的愛玉才有多少的愛玉子產出啊? 差不多七間的愛玉果才能夠製成一間成品的愛玉 這麼珍貴喔? 對 這邊就是經過兩天烘焙的愛玉成品 這個就是經過正面十二小時 對 然後兩個小時燜軟 然後反面在二十八到三十個小時之後的成果 烘焙 對 那就是成品 哇哦,我這邊要你給你看看 老闆,你知道我們聖岳的有董事長 要把你的愛玉通通送給我們聖岳的貴賓 你跟老闆什麼關係? 因為我跟你們老闆是四十幾年的國小同學 蛤?國小同學到現在? 對 所以老闆知道你在種愛玉 對 因為愛玉是我們台灣獨有的農產品對不對? 對 好啊,希望也可以藉由我們聖岳的力量 把這個愛玉推廣到全世界去 那謝謝有董的幫忙 我把最好的愛玉品質行銷給客人 我一定會給消費者最健康最好的愛玉 那這個愛玉跟你外面吃的有什麼不一樣? 今年的愛玉特別Q 特別Q 都不像國動一樣 真的喔? 你外面吃的愛玉 你外面吃的愛玉 都要水水 會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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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像是喔? 對 這個入口 入口台雅 喔 甘甜味 真的 真的甘甜味 會看你這樣吃好像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 這真的是夏天的消暑聖品 消暑聖品 喔 好,我們快要來吃飯吃飯 好,快點快點 大家一起吃飯 參與了整個採收愛玉的過程才知道 哇,真的是郁郁皆辛苦 雖然採收的過程非常的繁複 但是呢,製作愛玉動卻非常的簡單喔 這是公司贈售給貴賓的紅酒愛玉籽跟我們的棉布袋 我們只需要準備這個 還有家中已經煮費的自來水 那我們要溫馨提醒 家中的過濾水是不可以使用的喔 因為過濾水裡面沒有天然的礦物質 就沒辦法跟我們的愛玉籽做結合了 由於我們這個是頂級的紅酒愛玉籽 所以呢,我們愛玉籽跟我們的涼水的比例是1比90 那我們取10克的愛玉籽 倒進我們的棉布袋裡面 然後把我們的棉布袋捆緊 接著我們棉布袋就要下水囉 愛玉籽下水後呢 我們只要用紫腹跟食指的力量 然後溫柔的搓揉 愛玉籽跟我們水中的礦物質 也就是鈣跟鎂的礦物 它會去產生結合 那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的釋放出膠質 溫馨提醒 千萬不要用家中的過濾水喔 因為過濾水已經把水質中的礦物質給過濾掉了 這樣子就沒有辦法跟我們的愛玉籽做結合 它也就不會結凍囉 時間到了 接著讓我們的愛玉呢 靜置一個小時左右 或者是直接送到冰箱去 那要注意喔 這個過程不要過度的搖晃 不然會影響愛玉的結凍 這樣就可以囉 當愛玉結凍後呢 我們可以搭配百香果或檸檬等天然水果 然後呢或者是加一點我們的蜂蜜調味 就是最好喝又健康的飲品囉 大家快來試試看